美國總統特朗普週五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成為繼英國首相約翰遜、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 及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後 有一個感染新冠的國家元首 在加拿大亦有政客確診感染 聯邦保守黨黨領奧圖爾 同灰人政團黨領布蘭切特 在上個月的檢測中都呈陽性 布蘭切特說,他的個人經歷可以用來提醒國民 要認真對待公共衛生 兩大反對黨黨領經過隔離後 星期三已回到國會加入針對施政報告的辯論 另外,總理杜魯多太太蘇菲 亦在3月確診感染新冠 當時杜魯多和她三個小孩都要在家隔離14天 前聯邦財長莫奈、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 外交部長湘彭飛 以及自然資源部長奧雷根 都曾接受檢測 結果都是呈陰性 自由黨國會議員凱拉在3月 成為首個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國會議員 世界上架是屬於手製的 一天都如果再拔了 趕緊的關於 你的愛 你的愛